各位藏友大家好 今天小朋友跟大家共同鉴赏一只青花盘子 这件青花盘子的文饰呢 是比较特殊的 也是比较珍贵 比较传统 更比较稀少的 我们今天分享的知识内容呢 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把这件青花盘子的文饰给大家解读一下 稍带着呢 说一些它的拓展知识 第二点内容呢 是把这件盘子的年份 给大家说一下 这件盘子的年份呀 也是结合着这个文饰题材给大家说 它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大家认真听 听完了以后呢 多总结 希望呢 大家将来见到此类的盘子 或者此时期的盘子能举一反三 因为这件盘子呢 文饰特征啊 胎质特征啊 传统的包姜比较好判断 可以作为学习的样本 加上这个题材又非常少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这件盘子的文饰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盘子中间呢 画了一只松鼠 它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啊 正在这个摘这个葡萄吃 这种文饰的名称叫什么呢 就叫松鼠吃葡萄 行内呢 也管的叫松鼠偷葡萄 这一个偷字呢 更能体会出来这个画面的惬意感 这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种文饰的瓷器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瓷器上的文饰图案啊 一定有它的吉祥的寓意 我们中国传统的吉祥文饰呢 通常是以吉祥语啊 或者民间谚语啊 还有神话故事为题材 最早的这个吉祥文饰呢 可以追溯到这个商周时期 在这个青铜器上面啊 但是呢 那时不太明显啊 发展于唐宋 盛行于明清 在明清时期呢 几乎可以达到了画必有益 异必吉祥的地步 松鼠吃葡萄文在明清两代瓷器装饰题材当中呢 是比较名贵的一种 大家注意啊 它是非常稀少的 名贵就是稀少 这个葡萄文饰呢 起源于什么时期啊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如果大家接触过童器的话 接触过童器玩过童镜的话 可以知道一种海兽葡萄镜 就是唐代的 之前呢 我也过手过一个海兽葡萄镜 只不过那个品相啊 稍微差一点 跟我是好友的话呢 大家可以留意过 我之前发布的这个 到明清时期呢 这种葡萄文啊 在瓷器上呢 开始逐渐的增多 深受文人的喜欢 为什么文人喜欢这种葡萄文呢 这个文人啊 经常用这个葡萄文来比喻 君子为人为官应有的品德 这个品德呢 就是优秀的品德 美好的品德 尤其在这个明代中期以后 这个朝政开始逐渐的腐败 社会上呢 更加看重这种 士大夫的清正节气 清正连节节气 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所以在这个明代的民谣瓷器上呢 开始大量的出现这种葡萄文 或者松鼠吃葡萄文的瓷器 来掌显这个正人君子的寓意 如果大家接触过明代瓷器的话 接触过明代罐的话 明代啊 中晚期以后呢 尤其是嘉万时期啊 经常出现一种刮棱罐 像大家跟我是好友的话 我这个头像啊 有一个呢 就是明代的刮棱罐 嘉万时期的 但是呢 我那个是松鼠梅的 我之前呢 还过手过一个 就是松鼠吃葡萄的 这种小的啊 大概其这么大 这么大的这种刮棱罐 经常画这个松鼠吃葡萄文 大家呢 可以留意一下啊 这种明代 嘉万时期的刮棱罐 也是我们见到这种松鼠吃葡萄文 在瓷器上啊 最早出现的案例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点 大家再记住一下 第二一个 大家注意看这种葡萄的果实啊 啊 我们大家都吃过葡萄 这个葡萄的果实呢 就是成串成醋 非常多 硕果累累 它呀 非常符合我们传统中国人思想啊 不单是过去 现代也是一样 就是多子的题材 一直上下五千年 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 所以说呢 这个葡萄文士也代表多子子孙万难 家族兴旺啊 这个大家呢 应该也把它记住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松鼠的文士啊 这个松鼠呢 它是一种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啊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见过松鼠 这个鼠呢 是藏传佛教神手当中的土宝神佑 它代表着财富 是财富的象征 这个松呢 是仓俗寓意着长寿 所以说呢 这个松鼠是什么含义呢 它代表着财寿双全 啊 这个松鼠的题材呀 也经常在这个玉器上出现 经常雕刻这个松鼠的题材 明清时期啊 乃至现在这种玉器的工艺品上 经常雕刻这个松鼠 有这个松鼠啊 雕这个小金钱啊 代表着残缘广进 松鼠呢 抱着这个松子 代表呢 宋子 还有呢 松鼠抱着一个小金元宝啊 代表着富贵敌祥 松鼠与葡萄文士结合在一起呢 代表着多子多福 多才多寿啊 寓意呢 子孙万代 财源广进之一 啊 到清代以后呢 这种松鼠吃葡萄文士 更是非常名贵的一种文士 啊 大家知道 康熙五彩的大观上面 就有松鼠吃葡萄 这种是彩词上面 啊 然后呢 雍正的松鼠吃葡萄的盘子 也是非常珍贵的 深受藏友的喜欢 在收藏界呢 很受追捧 我们这件盘子呢 就是清代雍正时期的 啊 怎么判断 它是清代雍正时期的 我们统参的七花发色 文士给大家解读了 然后看一下背面的文士 啊 如果大家经常接触瓷器的话 看到这个背面的文士 这种蓝草文的话 一定会联想到这种清三代的这种清花盘子 像这种柳下 双峻呀 木桐放牛啊 背面的文士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着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胎质 大家看了吗 这种细沙底 细沙底的瓷器出现最晚什么时期啊 乾隆及乾隆以上 年份呢 有一个化镜的界限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修胎 这个修胎呢 非常的细腻 大家看啊 我这个手摸这个地方 胎质洁白 呈糯米状 这个东西呢 达不到康熙 是雍正时期的 但是这个胎质 宽边 已经是非常细腻的了 可以说跟糯米太接近 然后大家看这个黑色的地方啊 这个黑色的地方呢 是百年的传统毛江 几百年了 我把这个地方清理了一下 边缘呢 这个油泥太厚 我就没有用力的清理 一会儿大家镜头转过来呢 看的会更加详细 其实如果我们藏友 刚接触过这种松鼠吃葡萄 这个盘子的话 可以先把它的年份记住 其实你只要出现了这种文士 在这个青花盘子上面 它就是雍正的 没有其他时期的 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 过强龙一样 基本上就是雍正乾隆时期的 你没有光绪的 也没有道光的 冰霉卦呢 起源于康熙 你也不能说是明代的 他每个时期 特定的风格就是这样 这个松鼠吃葡萄的文士的 青花盘子 就是清淡雍正时期 特有的风格 这个盘子正面呢 我这儿照着可能没叫反光啊 一会儿镜头转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传统传式的青花盘子 保存完整到现在 质量这么好 是非常难得的 镜头转过来以后呢 大家会看得更加详细 印象会更加深刻 把这期视频多看一看 现在镜头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种松鼠吃葡萄的文士 大家看这种右面啊 这种是传统传式的右面 看这个青花发色 吃胎的力度 大家看这个化工 化的非常精细 这个黑色的地方啊 是所有脸 大家看了吗 这是天生的 而且这个盘子呢 还是一个比较厚胎的盘子 非常难得 这是它的背面 大家注意 这种竹叶纹 在这个青花盘子上边 在青三代出现了 基本上都是雍正 乾隆时期的 像柳夏双骏呢 还有这种木铜放牛啊 都给大家介绍过 然后啊 着重就是这胎质 这个胎质呢 是细沙底 这个圈足呢 这个太细腻了 这个胎质 我把镜头给大家放大一下 现在镜头给大家放大到1.5倍 大家看啊 这种细腻的程度 这种磁质的觅食程度 然后看一下 这是真正的百年传统包将 几百年的传统包将 我把这个地方清理了一下 这个地方呢 没有清理 向大家以后见到 这类圈独的盘子 直接可以把它判定为雍正的 有的千龙的盘子啊 这个圈独呢 也做的非常细 就是雍前时期的吧 不会出这个圈 这是给大家说的经验 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最后啊 我把这个知识点呢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大家认真看一下 也方便大家呢 参考 这样呢 看的比较清楚 啊 我们这件盘子呢 主要讲了 三个知识点的内容 第一个 就是它的起源 起源和寓意呢 是一块讲的 这个松鼠葡萄文呢 如果大家接触过 铜器的话 在这个唐代 海兽葡萄镜上面 可以看过这个葡萄文 这个海兽呢 就是海马 然后呢 在这个明代中晚期 尤其在家万时期 这种瓜灵罐上面 大家接触到了 这种松鼠赤葡萄文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 开始出现 这种松鼠赤葡萄啊 它有两个特定含义 就是它的寓意 这个中国传统 吉祥文样呢 史于商周 发展于长度 盛行于明清 但明清时期呢 几乎可以达到了 画面有意义 意义吉祥的地步 然后这个葡萄文 咱们说在这个明代 瓜里罐上面 出现的原因啊 大家记住 一个是文人喜欢 为什么文人喜欢啊 明代中期以后 朝政腐败 这个文人呢 用葡萄来比喻君子 为人为官 应有的高尚品德 老百姓呢 渴望为官者 正直 清正廉洁 不能再腐败下去了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局面是无法改变的 然后啊 这个葡萄文士呢 它是成串 成醋的果实 说我雷雷 代表呢 多子多福 家族兴旺 正好符合我们传统 中国人思想 多子 然后我们看这个松鼠的寓意 松呢 是苍松 代表着长寿 这个鼠啊 是这个藏传佛教当中 这个神鼠当中的土宝神秀 它代表着呢 财富 是财富的象征 有这个松鼠 捧着这个松子的 代表着宋子 又捧着元宝的 代表着富贵 在这个玉器上边 明清玉器 包括现代玉器 这个松鼠的文士 经常作为雕刻题材出现 大家呢 留意一下 所以说呢 这个松鼠跟葡萄 组合在一起 代表多子多福 多才多寿 人丁兴旺 财源广介 然后啊 第三点内容 就是它的年份 这点盘子年份呢 是秋代雍正时期的青花 然后呢 跟大家说了 在这个清代时期啊 非常经典的一个词题 就是康熙无才 松鼠吃葡萄文的大罐 这个将来有机会呢 也给大家拿食物讲一下 这东西都比较珍贵啊 怎么判断是清代雍正时期的 修胎规矩 胎质呢 非常的细腻 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上手的话 可以摸一摸啊 这个胎质特别的润滑 几乎达到了末米胎的地步 这个修胎这个背呢 是滚圆背 类似于泥鳅背 将来大家可以接触一下 这种三代的高质量的盘子 还有这种白砂碟 细砂碟 是乾隆及乾隆以上的 在这个词题 出现的话 大家把这个年份定义好了 如果是初玩的朋友 直接先把它记住 将来有机会上手的话 再体验一下 它也是非常明显的时代风格 然后呢 跟大家说了 这个松鼠吃仆的题材 是非常名贵的题材 非常稀少的题材 在这个词题上面 大家呢 把这期视频都看一看 这个吃啊 换成偷呢 这个行话也叫松鼠偷仆了 更显示出来这种画面的惬意 这个松鼠的可爱 感谢大家的欣赏观看 我们还是那句话 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每期视频都会给大家拿出来一些精品 上档次的食物 供大家参考 像这种盘的档次是非常高的 保存完整不容易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